8月29日晚 黄晓明、胡斌、孙力、小宋佳以及时尚教父Tony等人现身上海 出席某知名品牌的新品发布活动 当天尽管两位超高人气的女星均浓装亮相十分的夺人眼球 孙力更是大秀修长美腿 但仍不敌两位型男的无限魅力 看来大叔当道的年代已经势不可挡 作为中国首席男模胡斌无疑有着领先娱乐圈长腿叔叔的名号 当天以一身印花西装亮相的胡斌更是将完美身材展现无疑 而号称友180又被封为亚洲最帅男演员的黄教主 您这忽高忽低的高度是今天忘记穿汉麻宝靴了吗 而两大型男碰撞会擦出什么异样火花 作为时尚教父的Tony又将作何评价呢 我认为肯定他很帅 是不是最帅我觉得媒体应该比我更清楚 那跟胡斌比起来了 哪个更有钱 不同的帅 提及日前正在拍摄的电视剧《如果我爱你》 胡斌坦言尽管他与明道私下关系很铁 但在片酬方面丝毫不能马虎 更暗示自己的身材在圈内无人可比 明道很有钱不需要跟他有情价 那如果明星我跟其他明星比身材有点欺负他们 因为我之前是模特儿嘛 所以说我应该不会跟其他明星比身材 因为如果比身材的话纯粹就欺负他们 任何之后 呢 还真的